一直覺得很難過 因為畢竟昨天是Bust 父親節 對 然後就很想要 給爸爸他們 就是父親節禮物 然後他們也就是特地 來法國看我比賽 那就是很想要有 好的表現給他們 自責沒有送給父親 最好的禮物 但富商上陣的他 早已用盡全力在賽場上 痛嗎 還有一點痛 穿著護具 走路看得出來有些吃力 羅佳麟飽受左腳傷勢之苦 賽前高濃度止痛藥吞下去 有吃藥 儘量高一點 佳麟有說儘量高一點止痛藥 對 那就是 其實上場的時候 就有感覺到一點點疼痛 想替中華隊和自己拚一次 壓力之大 可想而知 一直為我們加油 然後沒有辦法有好的表現 帶給大家 就是真的很 會有遺憾 我那時候還開玩笑說 早早叫大家不要看我比賽了 對啊 因為就是 就是對 真的是很遺憾 這次挑戰57公斤 已是最後一次 因為羅佳麟身高183 而且還在長高 長期控制在57公斤很辛苦 未來將往上挑戰 62公斤集賽事 很久沒有可以吃 除了教練家人支持 但有羽球好手邱香傑 也成為他的輸壓秘技 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其實我不太敢讓我家裡人知道 其實我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負面情緒我都不敢給家裡的人 所以我都會就是會找他親屬 那他其實本身自己也是運動員 所以他們其實很了解運動員的心情 雖然這次五環之旅可惜已止步 但養好傷勢往上挑戰 未來仍是中華隊的重要戰力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